终于回来了 8年了 也不知道 巧脸过得怎么样 还能不能认出我来 回家看看 这 怎么变化那么大呀 应该 应该就是这个 活动吧 这不是巧脸吗 怎么当起还外公了 不行 我再去看看 你好 怎么了小婚子 不行 你要找人吗 我倒是他一小 你知道 北美社区 180号 在哪个地方啊 180号 那是我家 怎么了 你要找谁啊 你家呀 我看你 你 干嘛 都手都咬的 都 都什么手啊 就是 你老公在家呗 你这人 你这人怎么那么奇怪啊 你问我老公干嘛 你老公干嘛 你老公没在家呀 我老公出去打工了 好多点都没回来了 你这 你这不是正好吗 我看你长得那么漂亮 怎么当你皇上的工了 要不然 起开 你这是什么人呀 说话就说话呗 动手动脚的 告诉你啊 我现在是 你公司大老板 你跟着我啊 包你吃香的喝辣的 啊 你看你老公这么多年不回来了 是不是 在外面出什么事了啊 啊 你才出事呢 我老公好着呢 我老公 只不过是 现在在外面比较忙 还没抽出时间回来 还没抽出时间啊 那不更好吧 行了 这儿 垃圾你也别扫了 你跟我回去吧 行吧 你这人真的很奇怪 有钱了不起啊 啊 你是大公司的老板 你随便什么样的看不上 你干嘛在这儿装着我 我是有家 有夫的人 我也不会给你拆那么多 再说 我也不认识你 你跟我说那么多干嘛 你不认识我 啊 你真的不认识我 我干嘛要认识你啊 你跟我有关系吗 怎 怎么没关系了啊 我是你老公 还没关系 你想什么呢 我老公 你开玩笑的吧 你怎么可能是我老公了 难道我连我自己的老公都不认识啊 就别在这儿逗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杨伟啊 杨伟 真不认识了 你真是杨伟啊 是我 我 那你 怎么变化这么大 走的时候又黑又瘦的 杨伟啊 那你 出去这么多年 为什么一直没回来 杨伟啊 杨伟啊 我 我怎么跟你说呢 我之前走的时候 虽然的路费 都被小偷扣了 我在路边捡个垃圾 当我期待 就是有一次吧 我在公园 踩上蛮路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人晕倒了 都没人敢扶 我说我上什么都没有 就把他给扶起来了 谁知道 他是一个公司董事长的父亲 就因他强生错的把他给救了 从那以后 我就在他公司上班 现在 也是个 副总经理的位置 也有点钱 对这回来想把你接过去 没想到 我看到这一幕 你在这儿扫垃圾 乔丽 真是辛苦你了 说什么呢 我一点都不辛苦 自从那天你走了车后 咱们村里边就闹瘟疫 好多人都搬走了 其实从那天之后 咱母亲就一直病 对了杨伟 刚好我出来的时候 母亲说了就想你 赶紧回去吧 行 老婆 我跟你说事 说吧 什么事 这家里边 都几天没吃过菜了 你过来拿点零花钱 然后去哪里猜 你这儿说了什么话呀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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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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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吧 那你现在这个样子看些气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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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好 现在 我连饭都吃不着了 对不起 当初 我不应该打你 不应该凶你 咱俩还是复归吗 凶你 我真的很后悔 我这一定 要把桥梨给接回来 不然 我这日子 真的过不下去了